豁免性鼻炎是临床上常见疾病,这种疾病很容易反复发作,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有着关系。 除此之外,换剂也可能会引起豁免性鼻炎的发作,除了疾病的本身,豁免性鼻炎还可能会造成许多病发症者。 除此之外,豁免性鼻炎还会引发那些疾病,豁免性鼻炎可能会导致以下的疾病。 1.鼻痘炎,长时间的反复过敏性鼻炎发作,使得炎正常时间存在,炎症容易经鼻黏膜,扩散致鼻痘黏膜,致使变态反应性鼻痘炎出现。 2.流鼻血,因为剧烈的喷气,导致鼻腔内血管破裂所致,常见为肥体重大有血丝,且儿童比较容易出现症状。 3.哮喘,豁免性鼻炎患者多,常使患有致气管哮喘,而且一部分患者经常是在打完喷嚏后发作。 4.咽喉炎,豁免性鼻炎出现导致鼻涕更多,鼻涕容易倒流到咽喉部,长期反复如此,会有伐漫性咽喉炎。 5.中耳炎,豁免性鼻炎可由烟骨管入其中耳,豁免炎症借助烟骨管劲,或者鼻涕不烟骨管口水肿,都可以导致中耳炎发生。 在日常生活中,如何愈发豁免性鼻炎呢? 1.多晒被子,被子睡久了,也会产生满虫。 这是如果天气比较好的时候,要把被子拿出去晒一下太阳。 2.上面满虫预发过敏性鼻炎,2.寄养宠物,有过敏性鼻炎或过敏性修制的人,都不能在室内养宠物,宠物身上的绒毛会引发过敏性鼻炎。 3.进食调理,平时在家注意多吃一起热性食物,即是含凉的瓜果,凉菜,丁冻食物等,最少不要接触冷水银面引起着凉,如木耳,银耳,花生,核桃,松子,百花, 为原料等补气低肺的食物,来增加体质,防止过敏性鼻炎的产生。 4.注意保暖。春季天气比较反复无常,早晚的温差比较大,这样的季节特别的注意保暖,小心着凉而引发过敏性鼻炎。 出门最好是配搭口罩来隔绝外界的刺激。 5.盐水洗鼻,借用一滴压力或吸,扩用重力,扩用机械加力,将生理盐水送入鼻孔,流行鼻前停录在头部外面的部分,鼻动,鼻道绕听鼻接部,或从一侧鼻孔排出,或从口部排出。 2.换着座位扩站位,将头扣痒,把4-5号升带盐水,用将眼药水平挤入鼻腔,张口呼吸,保持10秒钟左右,低下头来,将盐水自然流出,再将鼻中的剩余盐水醒出。 每日冲洗鼻腔6-8次,有利于眼清鼻联膜充血,水中的过敏反应。 3.绿豆15克,暖豆池20克,防风15克,生甘草10克,石仓图15克,心仪10克,西心3克,水煎,月敷一净。 4.小花生米几粒,放干净的白铁罐内,上胡指风炎,纸上开衣小口,将挂放火炉上,哀冒烟以烟熏鼻孔,烟静为止,每日一次,一个月可遇。 5.将青鸡花放入砂锅内,将青水凉碗,煎煮至一碗,鸡蛋煮熟去壳,四小口食于个,将砂锅置于火上,倒入腰制煮备,放入鸡蛋煮足片刻,饮汤吃蛋,差不多有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